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8日 这里是每日财经,下面是今天的速报 热点 北京个人首套住房贷款最低利率提升0.01个百分点 2019年10月8日,北京将迎来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新旧政策的变换时点 北京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准为 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相应期限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55个基点 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相应期限LPR加105个基点 9月20日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为4.85% 这就意味着10月8日北京执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首套住房不低于5.4% 二套住房不低于5.9% 之后会根据每个月公布的LPR变化会有所变化 油画 中国大师这幅画卖了2亿港元 中国油画屡屡拍出天价 2019年10月5日晚 香港苏富比2019年秋拍现代艺术晚间拍卖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锤 本次共33件精品上拍 其中全场估价最高的长玉 晚年巨作曲腿罗女当晚以1亿港元起拍 三个委托以1000万亿口加价至1.7亿 最终以1.72亿港元落锤 家用金最终以1.98亿港元成交 超越2011年吴罗女的1.28亿港元 创造长玉作品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银行 英媒爆料汇丰银行计划裁员1万人 英国金融时报六日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削减开支 汇丰银行计划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万人 汇丰银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削减运营成本 此次裁员计划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尝试 同时他们还透露 本次裁员将主要集中在高薪职位上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汇丰银行可能在本月公布第三季度业绩时 正式宣布开始最新一轮削减成本和裁员计划 电影 上映首周破北美票房记录 小丑笑傲全球 DC漫画电影Joker小丑早前勇夺本届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金诗奖 大批影迷纷纷表示一定要入场欣赏这部年度大作 至上周末电影在世界各地正式上映 其中在北美上映三日大收9,350万美元 创下华纳兄弟本年度最佳首映票房记录 虚拟币 支付巨头PayPal退出天秤币项目 Libra协会回应称意识到挑战 据路透社报道 国际支付巨头PayPal周五发布声明 宣布退出Facebook牵头的数字货币项目 是目前Libra协会28家成员中首家宣布退出的机构 Libra协会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 意识到了重新配置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但同时表示 我们最好现在就知道这种缺乏承诺的情况 而不是晚些时候 据路透社报道 PayPal称将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但也还会继续与Facebook合作 并以各种方式支持它 黄金 金价一年累涨于20% 央行连买10月 如果在去年国庆花2.7万左右买100克黄金 留存到今年国庆出手 可赚约8000元 这是按这一年国内现货黄金价格增幅计算出的理论收益 WIND数据显示 近一年国内外金价涨幅均超过20% 全球央行也在争相储备黄金 10月6日 中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 我国已连续10个月增持黄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财经速报 感谢大家收听 如果喜欢请为小萱萱点个赞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